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彩恩 土豆作為一種又便宜又好吃的食物 一直以來都是深受大家的喜愛 我有個朋友他寧寫喜歡吃土豆的 每次來到我家都說要炒點這個土豆片 有一次在做土豆的時候他就發覺 這個土豆有點發綠 他就跟我說這個土豆不能吃的,因為有毒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 如果是吃了這些法綠的土豆,對人體會有什麼危害呢? 歡迎加入參與本期的節目互動環節 本期的題目是法綠的薯仔,吃不吃得呢? A,可以吃,B,可以吃 大家可以上到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參與到我們的有獎問得 有機會獲得生活調查團為你送出的精美禮品一份 同時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些什麼疑問想要報料的話 可以撥打我們的報料月線 8388 708 5 好了,立即進入今天的調查 土豆茄科切熟,一年生草本植物 別稱為地彈、陽湖、馬鈴薯等 薯仔的人工栽培最早可以追溯到 大約是公元8000年到5000年的 秘魯南部地區 沒有毛或是被梳油毛 頸分地上極和地下極兩部分 薯仔是中國的五大主食之一 它的營養價值高,適應力強 產量又大,是全球第三大重要的糧食作物 僅次於小麥和粟米 那麼薯仔作為生活中經常可以吃到的食物 外界方是不喜歡在發牙發綠的薯仔的呢 很少啊,一般我們買薯仔都是市場買的 久時久有呢 好像沒有 我不買的 這個還沒喜歡的 我們剛才問過很多街方的說法 他們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有些街方就說 他們從來都沒有注意過這種問題的 有些街方就說 他們不會買這些發牙的土豆的 那麼但是呢都沒有聽說過說吃了這個中毒的 那麼但是網上明明就爆出很多說吃土豆而中毒的事件 那麼究竟是甚麼回事呢 一個月前 中江縣十六歲的小濤和姑姑 因為一頓飯同時都中了毒 目前呢只能夠靠呼吸機來維持生命 十六歲的小濤躺在病床上 任憑媽媽呼喊都無法說話 甚至也無法睁開眼睛 原來致命凶手竟然是一盤土豆 就是這盤菜讓姑子二人中了毒 變輕發芽腐爛的土豆中含有大量的龍葵素 又稱茄鹼 食用後容易中毒 薯仔一種富含營養價值的食物纖維 土豆中的維生素C 不單止對老細胞具有保健作用 而且還可以降低血脂中的膽固醇 令到血管具有彈性 防止動物硬化 那麼看來吃薯仔都是好處多 但是網友又表示了 薯仔顏色發露就會產生一種叫做龍蹄素的毒素 又稱為茄鹼的毒素 是一種天然的毒素 根據相關的報道 人家吃過多的龍葵素 會導致胎兒傾盈 人進食過多也會出現中毒症狀 主要是土豆裡面 花綠的土豆或者是花芽的土豆裡面 含有龍葵素 龍葵素是一種生物鹼 它其實就是土豆茄科植物 就是土豆還有茄子、西紅柿 這類植物裡面的果實裡面含有的一種生物鹼 這個生物鹼當我們人體攝入達到一定量 就是每公斤體重3毫克的時候 那麽多的話它就會產生中毒的症狀 這兩個土豆就是我從同事家裡拿過來的 我們可以見到這個土豆已經是發芽了 另外的這個土豆也是發綠的 都說了這個土豆裡面含有龍葵素的 究竟它的含量有多高呢? 立即送它去檢測一下 帶著我們工作人員收集回來的薯仔 我們送到了專業的檢測機構的檢測 底下裡面是否真的含有龍葵素這種物質 檢測結果顯示 普通的薯仔裡面龍葵鹼的含量是0.07% 而花芽的薯仔裡面的龍葵鹼含量是0.3% 而花芽的薯仔裡面的龍葵鹼是0.4% 通過我們剛才的檢測和專家的分析 花芽的土豆中所含有的龍葵素 確實是比一般的土豆要多的 那究竟人吃了這些花芽的土豆之後 會有些什麽症狀呢? 我們立即來做個試驗 那好了 接下來我就會拿一個 很明顯是花芽的土豆 把它切片為給小白暑食 這樣看這小白暑食完之後會有什麽反應 在這小白暑食完這個花芽放毒的土豆 十分钟之后,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只小白鼠的状态 是由头鲜飞同鲜鼓扑,已经变到耳间是缩慢一垢 甚至乎是有抽足和中毒的表现 那究竟是什么导致这只小白鼠有现在这样的状态呢 我们先咨询一下转角 轻微的话就是一些口麻口发苦啊 还有一些口龙烧牙啊这种一些症状 可能会随着你吹吐 就是说喝点水喝点那个吹吐把它吐出来之后 然后就症状就有可能就会减轻了 或者是我们人体自动就会解决 就会把它解毒了 但是如果是量超得很大的时候 比如说已经超过了美股精体重三毫克以上 那症状症状态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那个胃肠道的反应 比如说吐吐还有吐吐头 还有各种一些那个最严重的就是那个呼吸麻痹 呼吸中处麻痹 然后导致那个呼吸衰竭心力衰竭 最终大的时候也有可能 专家的解读令我们知道 遵食过量的龙烧酥会导致人体出现很多不良症状 那样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处理了薯仔里面的龙烧酥呢 那之后来我们立刻展开实验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将去作品的土豆切成小块 放在冬水里面浸半个小时以上 放在冬水里面浸半个小时以上 那接着我们将切好的土豆放进冬水里面浸半个小时以上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用切好的土豆放在冬水里面 然后再加适量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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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样观察半个小时 看看半个小时之后 它里面所行的红葵素有没有减少 那第三种方法 我们可以将切好的土豆放在冬水里面 然后再加适量的液体 我们就会加适量的液体 然后再加适量的液体 然后再加适量的液体 我们再加适量的液体 那他每天都要用雪水里面 然后再加适量的液体 然后再加适量的液体 然后再加适量半个小时 现在半个小时之后 第三个烧杯里面的土豆的沦路 有没有减少 半个小时之后 再加适量的液体 专业的检测机构检测 结果就是龙葵岗的含量 都是少于之前检测的0.3% 其中盐水浸泡的薯仔中的 龙葵岗的含量是0.09% 而草加水浸过的薯仔中的 龙葵岗的含量是0.12% 而清水浸过的龙葵岗含量 就是0.13% 有可能它融了或者是 但是这是一个融的 如果是融不了或者是破坏了 有可能是破坏了 有可能是融掉了 可能你说那个若碱会不会融 或者是若酸 酸肯定就直接就中和掉了 如果是水呢 它就直接就融掉下来了 既然龙葵岗的毒害这么严重 那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小心捂食了 发牙或者是发绿的薯仔 应该怎样及时处理呢? 应急的方式又有哪些呢? 第一个应该就是吹吐 我们讲的就是尽量减少 后续的毒素对人体的影响 只要是因为你解除了这个毒素 一般都是像我们食物中毒 农药中毒之前 第一个疾病急救的方法 第一疾病是 就要立即护了它 并且要及时拿清水去浪口 严重的话 还要去医院接受治疗 薯仔发牙偏绿不能吃 那可不可以用来敷面膜呢? 对于这个问题 网友有着不少疑惑 我想问一下 已经变了绿色的薯仔 可不可以当面膜用的? 发牙的土豆还可以敷脸吗? 山牙的土豆不可以吃 那我可不可以拿它来做面膜呢? 作为女性朋友来说 天生都很喜欢漂亮的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那些同学仔 经常都会拿土豆这种天然的食材 拿来做面膜的 但是我有个问题 就比较担心了 这些发牙的土豆 还可不可以拿来做面膜? 乌培树它其实 它除了有多歧视 在我们现在有一个研究里面 其实它还是有药理的一个原因 还是可以 因为它有一个抗 好像现在有研究说有抗癌 它有一个抗消炎 还有气肿 消炎消肿 然后这些作用 因为我们在那个 它就是有一定量 没有能够量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一些临床上 它那个护理上 都是从那个土豆汁 用来消去那个静脉炎 就是打症的一些硬结结 产生硬结结 可以用来消炎 这个作用 它是有一定的那个消炎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不大建议 不大建议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 土豆它都是可以有这个作用的 没有必要去用那个 而且毕竟那个东西来讲 它又生进 如果是生到血液 如果本身你是开刷 开刷性的 有伤口 有血液 跟着血液 有可能会对血 你局部有些 有些烧痒啊 这些 这些麻痹啊 这些症状都有可能的 其实没必要 对吧 正常的情况下 你切片 何必要 何必要拿那个发育的呢 对 发新的呢 所以说 这些发绿发芽的土豆 是含有大量的龙葵素的 所以大家平时就不要为了坑而吃它 同时也是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拿这些 发绿发芽的土豆 用来做面膜 但是呢 其实一般的土豆 也是含有龙葵素的 所以大家在吃土豆的时候 就要最好 拿清水浸泡果先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调查团 我是琪琪 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下周就是冬季了 打边楼已经成为了大家朋友聚会 又或者是家人聚会的一种选择 那最近呢 有观众就在微信留言给我们生活调查团 就说到打边楼用的腐竹 不单是很辣 而且吃起来还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那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为之我们决定首先在网上搜索下相关的资料 近日有群众举报 火山南海石山镇石岭村附近 有一个无牌无正的加工问题腐竹的地下工厂 在恶劣环境下生产出来的腐竹 人吃的不生病那就怪了 在乌棚的外面 密密麻麻晾晒着腐竹的半成品 数百米外仍可闻到恶臭味 据知情人透露 为了节约成本 这家窝点用废弃海绵和工业塑料作为染料 在现场记者看到两名工人正忙着将以结成皮的腐竹捞出来晾干 豆浆池有些腐皮已经发黑发臭 据工人透露 腐竹的生产用水都是从鱼塘边上的井中打上来的 水质相当浑浊 老板说这些问题腐竹都运往佛山一些杂货店小手 看了刚才的新闻片段 我们可以知道 广东地区的腐竹的确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呢 下面一时间继续为你深入调查 一位观众向我们的生活调查团反映 他在市场上购买的用于落火窝的腐竹 感觉上不卫生 吃起来口感也不对脑 究竟美雷出了问题 还是腐竹本身质量存在问题呢 调查团第一时间去到市场和超市进行了走坊 在这家龙贸市场的干货店里面 店家向我们介绍有散装腐竹和包装腐竹两种 价格不一样 味道亦都不一样 但是食火汪散装的腐竹是不错的选择 腐竹啊 散装的都有这种包装的 包装的是什么样 这是新春 那个不是 那是合园的是吧 不是合园的 那种呢 那个就是合园的 那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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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打烤炉的话 买那种都是 我因为这种的话 这种比那种好 这个半斤就10块 这种一斤三的要20块 那种一斤10块 散装腐竹的包装和存放都很随意 我们亦都在腐竹里面发现了残留的黑色状异物 打烤炉这种就行 我们自己也吃这种 做那么脏什么东西 这种啊 这种可能就是那些腐竹 可能就是上面那层膜吧 有时候可能晒得久了吧 不知道我的腐竹 不是直接那种 不是 这种干净点 那种干净点 之前买过那个腐竹 里面有那种脏东西 就是沾在那个上面 它都是一样的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一样 它只是打了一些包装而已 哦 这其实是一样的 是吧 调查员仔细观察这两组腐竹 从外观上面看 市场购买的散装腐竹 卖上好好 这个是不是说明 市场的散装腐竹质量那么好呢 一位曾经开过大排档的朋友 匿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这种腐竹一看就知道 比较凉价了 这种可能就是比较贵一点的 这个看起来泡得比较好一点 一个是可能是水温不够 这个或者是比较厚 但是这个泡出来的水比这个清多 这个颜色明显就不同 它这个一太软 可能就很容易碎 没有那个味道 跟我们的判断合合相反 这位的朋友一上来 就说市面上的散装腐竹有问题 这个令到我们的调查员 顿时的拋头 这两种呢 这种比较黯淡的 厚实一点的 比较腐竹比较好 建议大家不要买这个什么 颜色光亮啊 看着挺舒服啊 然后这个薄薄的 容易泡花一点啊 最好是建议大家不要买 因为这些可能是经过那些 加工处理过的 建议大家选这种比较厚实一点的 也是暗压一点的 从这两种的腐竹浸泡的状态来看 散装腐竹浸泡之后的水色偏黄 而在超市购买的腐竹 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看来各位喜欢吃腐竹的朋友 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而且腐竹在食用之前 最好清洗多几次 保证入口的安全 其实不单单是腐竹 在市面上很多散装的食品 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就比如说白糖類这类的干货产品 有心的市民大家都可以发现 在一些农贸市场 又或者是一些小的超市里面 这种干货类的食品 是没有明确标明生产日期 和生产厂商等等的关键信息 而且卫生条件也都存在着 很大的安全隐患 到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下面的时间我们立即去市场一探究竟 以上是一段超市卖散装干货的地方拍下的视频 一只这么大的无无虫 在散装干鱼片当中自由地爬行 看到这里 或者很多人都会问 为什么拿卖的干鱼当中 会有这么大的虫呢 难道超市的散装货过了期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 我们的调查员立即为你调查 对于散装干货里面生虫的现象 大家各有国体犯 有些认为可能是存放方式不当 或者是食物过期所致 有部分街坊就认为 生虫很正常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 调查员决定来到超市 亲自了解情况 他这怎么有虫啊 怎么是这样 这还是活的 还活的 还活的 好吓人啊 这个是什么 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虫啊 这个鱼 这鱼上面蹲下来的吗 这个鱼是不卖的 都一样是那个的 但是这个可能是 我们是开业的时候 就这个鱼放在鱼上面 那鱼也掉不下来 对 掉不下来 对 掉不下来啊 应该是这个上面 是不是这个放太久了 就不漆了啊 这些东西 是不漆了 你买这个可以放多久呢 下面的鱼的话 这里没有 没有三个月的鱼 这里的店员很肯定地说 肯定在保质期里面 但是调查员 在这里的散装货柜台前面 除了见到生产日期之外 并未见到具体 关于保质期时限的表昔 那它是不是在保质期里面 这一点令我们很担忧 与此同时 我们的调查员 亦都走访一些的龙贸市场 这里的散装干货 同样是缺乏明觉的生产日期 保质期 产地等的飙色 我们亦都问及 散装白糖的保质期的信息的时候 商家更加是抹大口得的 说都说不清楚 实际上 我们在超市购买的袋装白糖 一样有明确表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这种有没有保质期 这种有没有保质期 这种有没有 我哪里放下 这种的话我们可以买的 因为糖的话 你只不用看它薄 就是锅齐的话 它会融的 锅齐会融的 基本上变质会融的 所以这种糖很干 好 买两块钱可以吗 好 大部分街坊就反映说 很多超市买散装光货的时候 都没有明确标注 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等等的信息 那面对市面上 淋浪满沫的散装光货 到底应不应该清楚标识着 产品的信息呢 一位不愿意面对镜头的超市 从业人员接受了采访 一般情况之下 我们超市里面 卖的这些散装货品 进货的时候 肯定会有 生产厂家 出产地 和保质期 但是呢 最后上架的时候 未必所有超市都会 严格地将包装袋上的信息 再标识在散装货架上 那我们超市呢 是因为前排 都出过相应的这个安全事故 就是有消费者 买这些干货 类似于白糖等等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床 有检查过 我们才按照标准上架 老实说 不上架 我当然会省很多成本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不标识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 我自己都留下了很多 管理的空间 听到这位业内人士的分析 以后各位就要靠自己谨慎地 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然也希望商家 可以积极主动讲标识产品上升 不要因为价格便宜 而不注意里面的细节 一定要令消费者买得放心 其实就算是散装食品也好 国家也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包装要求 就在刚才暗放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超市里面的腐竹在这方面 就做得很好 不单只有明确的产地生产商 还有明显的生产日期 如果所有超市都好像 刚才那间超市这样的话 认真对待消费者的知情权 我想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 就不会有那么多安全方面的担忧了 前面我们生活调查团 就为大家调查了 薯仔发绿发芽的问题 如果你买回来的薯仔 已经发绿发芽的话 建议大家最好丢掉它 不要再食用了 薯仔本身含有一种 物质叫做龙葵茄 所以大家在切完薯仔之后 建议大家先用水洗一下 然后再煮 这样就会好很多的了 另外有很多女生 喜欢用土豆片做棉膜 千万不要用那些 已经发绿发芽的薯仔去做棉膜 好了 今期节目又差不多了 最后琪琪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要参议我们的有掌问答 同时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在生活上 有些什么疑问 想找我们调查的话 可以帮打我们的爆料二线 838870585 今期节目是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KK 拜拜